為日文發發聲 我就用洛洛聲 洛洛聲上課啦 因平燒餅的歷史已經有六百多年了 以前的燒餅只要用在這方面 有兩方面的 一個就是結婚的時候是泥餅 還有製造、拜山來用 以前小時候其實很少東西吃 燒餅帶著去上學 其實以前很開心 以前吃的燒餅很大隻 最延遲的就是冰肉 後來改良了 做曬了 還有品種來做多些 現在我做燒餅 做以前最甜統的工藝 一個是用燒用苔來燒 再一個是鮮肉 用瓦缸來發酵 這是最甜統的 首先第一步 首先要燒優質的糯米飯 你發酵 你發酵 發酵幾天 兩天一平燒餅 有錢的是十億糯米飯 你做 再拿出來 拿出來再拆 再加入不同的餡料 再加入不同的餡料 做好之後 你就放一個平帶鍋 上後、下空 上下都有燙的 放一個平帶鍋上面 再在這裡烤 在這裡烤 烤到一定的時間 轉了顏色熟透之後 起鍋 首先要的顏色 均勻 金黃色 就是剛剛起鍋之後 大概是幾分鐘之內 它還有一點脆 就像這隻 全城的文化發揚下去 做出的菜品 得到客人的認可 這方面是自己最開心的一件事 為熱文化發聲 我們要鎖鎖鎖鎖 我是欣平燒餅的技藝製作人 梁耀